有位民眾喔 他在4月4號消費 消費 按照這個程序來講 他在電消費了 然後他的消費單就會到收單公司 就是黃衛亞太在這個案例裡面 就黃衛亞太呢 他按錯了鍵 他輕輕按錯一個鍵 結果他那筆消費被重複charge 黃衛亞太公司呢 他4月6號才發現 有3萬3千多個受害者 那這3萬3千多個受害者 大概一共被收了 我算一下了 大概被收了1億了 其實這個資金其實是現在是 都是在帳上做衝銷的動作 帳上做衝銷動作的情況之下 你這有1億多的資金 是消費者在下個月才拿的回來 或者是在下個月才衝的掉 因為你帳單拿到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繳這一筆錢 這樣變成會有利息費啊 銀行就變利息費 所以就是反正發生事情 消費者永遠是好像冤大頭 那銀行像這種狀況下 銀行他不會有任何的一個補償措施吧 更不用說 不好意思好 我只是想要強調一點 就是剛剛我有報告過 就是大部分的交易 其實就是在當期都已經充底掉了 所以不會當期 好 那你上萬3千多比 有哪些是取繳費的 你分辨得出來嗎 對 那這部分我們可能還要再去了解 只是因為他 不了解啊 他因為隔天就已經做退回的動作了 他不是說隔了好幾天才退回 所以理論上大部分的款項 你如果說在這個月的張單週期裡面 其實是可以扣底掉的 那現在會發生這個問題就是跨 跨下個月的張單週期 但如果像這位美女朋友 像他美女朋友講的這種狀況 如果像這種狀況的話 怎麼辦 還是沒得辦 市長 我跟你老實講 因為我們以前說過的信用卡的張單 是下個月才扣回上個月的錢 有 有 有 其實都有 只是因為我們這個事情都沒有爆胎而已 那如果消費者在這個時候他發現 確實有重複被charge 這個時候 然後呢 他譬如說他拿的是 今天本案的富邦的信用卡去刷 他就可以跟富邦這個發卡銀行說 我在4月4號我只有刷了8000塊 為什麼重複扣了另外一個8000塊 這時候他可以依據信用卡定型化的契約 販本第十三條去跟銀行去主張徵印款項 那這樣子就一旦列入徵印款項的時候 消費者就可以不必繳這筆錢 分類似稍 row 加儉 來賣 旁ąd 在 在 結